嗨 大家好 少豪 今天我們人又回到了這個院 就是iFG 然後要來挑戰一下這邊的大愛王的公開比賽 那今天是第一個禮拜 它總共會有兩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它是吃30克的餛飩 然後結果在現場看到了之前的對手 大愛王叮叮 你怎麼今天會來這啊 我就沒想到 今天剛好有空 有看到暴民 有看到暴民 那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種吃餛飩的還蠻難的 我上次有去基隆吃 然後結果也才吃了大概31克而已 餛飩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比賽都加油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對 好 我們等一下底下見 好 拜拜 水水水 我在這邊正式宣布 比賽開始 那我們可以看 滴滴現在目前的第一碗已經使用了一半了 好 第二位參賽者他的戰術呢是把三個都先打開先放著涼 沒錯 因為剛剛餛飩剛做好非常的熱 各位都先把三個打開 好 我們三大參賽者呢 已經第一碗已經吃掉一半了 喔 不 三分之二 然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喔 四號哥哥已經吃掉一碗囉 第一碗已經結束 目前時間只過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喔 目前三號也快結束了 四號 三號剩下湯還有一些菜囉 快完成了 快完成了 加油加油 目前三號四號的進度相近 目前四號有幾幾師的感覺 好 那我們第三個分比賽喔 好 正式開始 快起死了 起死了 開始了 加油 好的戰術呢 非常簡單 就是開吃 他沒有打開第二碗第三碗沒有夾水 不很燙 真的要小心喔 好 他記得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提醒各位 好 他捷克是先配打頭水 再配大火 溫燉 來吃飯一碗 那現在 也是一樣就是開吃 那好 那我們把第二碗 一碗打開 大概第一碗已經結束了 好 正式在第一局的時候 裝下了水兩分48秒的加進 那這邊會不會有機會超過呢 我們可以進行的期待 欸 他應該是有機會耶 所以他站著好好的 第二碗 一碗一碗 死了 他第二碗 他一口就把糖 再進回到一半了 哇 這邊更快 加油 加油 他留下一些菜 先把我的顿吃掉 每一碗的方法才有一點糖跟菜 那我們這次會參賽的9號呢 也非常不簡單 但他的一碗也吃掉一半了 但因為真的很燙 都會吃的 一定要小心喔 加油 加油 好 好 已經積極到第三碗了 我才轉過去講一下而已 應該第三碗 他也是一樣 他隨便幫人家做一個 就一直在看 那11號參賽的 這個第2碗也快完成了 好 他有第4輪的參賽者 請問一下 真的不要準備自己的東西 因為都用我們的 他隨便也是只有一個 為了公平極見 我們今天各位休息抱歉 好 加油 9號參賽者 第一碗也快完成了 欸 看來我要選哭 還這樣 喔 完事 好 終於了 完成鼓勵 他真的吃完了 很有肉 喔 好 好 你去搶口氣 我跟他好一些話 然後 跟你聊一聊 欸 好 發燒的搶口氣齁 有點喘 謝謝好 欸 11號快完成了 好 我剛剛是第一輪看 丁丁有準備那個冰塊 然後想說自己也準備一下 他公平的話就是大家都可以 所以我剛剛就加了一點水 其實我覺得我這裡有 比較有點優勢啊 就是因為我是第三輪挑戰嘛 所以就是他這個食物沒有來得這麼燙 就是一個優點 所以我其實加了一些些水 他的溫度呢 是我可以忍耐的 好 完成 11號完成 好 先消失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可以快完成 好 好 我可以問一下 各位如果做一個專速好好聽到會發現 他上次來跟我第一次見到他 記得他體重降 他瘦了一樣 真的 平常都大衛王國中 你瘦很多 請問哪些什麼想要是各位分享的 啊 瘦 瘦真的嗎 對啊 我來問比較不一樣的 好 記得要多運動 然後少吃一點 對 少吃一點多運動 我也是看了好好的影片 說八分圖 哈哈 我一直在兩個月也是見到六分 我覺得你有看起來變得比較瘦 對啊 我瘦啦 我上次跟你碰到那邊 到現在我瘦了12公斤 對啊 我想說他臉都凹下去了 當然 也就是用 少吃 然後多動 真的 但是還是要吃飽 吃飽 那才會比較健康 如果他的時候 如果把他那麼胖 偏要幹 他們都可以打成一個很驚人的素質 那這一次的 又要胖 又要胖 還可以吃這種死精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各位 太厲害了 歡迎第三名 吃飯兄弟 的哥哥 本名我就不見了 吃飯兄弟的哥哥 來 歡迎訂閱他們的頻道喔 來 掌聲鼓勵 好 再來呢 是第二名 台灣大胃王丁丁 目前訂閱數是81.1萬 歡迎丁丁 恭喜 也希望丁丁能儘快突破百萬 早日突破百萬訂閱 台灣大胃王丁丁 訂閱起來 好 他隨時會上片喔 都有非常精彩的影片喔 謝謝丁丁 最後最後1分48秒 有完賽的吃貨 好好 掌聲歡迎好好 謝謝 你變了另外一個人 真的嗎 好 謝謝 謝謝 也能盡快的賣入百萬大關喔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好 好 辛苦了各位參賽者 謝謝各位 我拿到了冠軍 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拿到了冠軍 今天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覺得就是挑戰比較困難的就是 他食物比較燙嘛 所以你要吃的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 然後除此之外 就盡量一直想著用吞的嘛 因為他有含液體嘛 就是他的這個30顆混沌 他裡面本來就有點燙燙水水的 所以你就盡可能的一直想著吞 就會吃的比較快 大概是這樣 很開心 哇 很開心今天拿到了冠軍 然後我發現說他們這個冠軍獎盃好像變得比較大一個了耶 1分48秒完食 對 我覺得這個挑戰呢 就是就像我剛剛在前面講的 就是你只要一直想著用吞的 那我也其實不太確定下禮拜的挑戰呢 會不會順利的拿到冠軍 因為下禮拜是我比較不太在行的炸雞 然後以及還有飯 我覺得我飯也不太在行 因為飯的話我每次都不太好吞 然後他剛剛說 挑戰者都可以拿一個這個 這應該是保溫杯 我不知道是什麼 打開來看一下 確實是保溫杯 對 我家非常的多 有沒有人想要 哇 他還有寫這個莫術很可愛 今天很開心 好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 找一下 嘿嘿 大家掰掰